最近,国内的一场判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,一位名叫罗伯特·劳埃格·谢伦伯克的加拿大人被判处了死刑,罪名是, 走私毒品,在我们中国人看来,这样的判决再正常不过,我们国家对毒品一向是零容忍, 一旦涉及到毒品交易,绝对从众处罚,就连吸毒的艺人都不会给第二次机会,更不用说运毒贩毒的人了。 而这次被判处死刑的谢伦伯格,他在2014年的时候被警方抓获, 当时,公安机关从他那里查获了222千克的冰毒,如此巨大的数量,多死几次都不成问题, 可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判决,却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波动, 毕竟,中国对外国人执行死刑是十分罕见的,更何况,这个人还是一个加拿大人, 因此,很多人直接就将这个判决和孟晚舟事件联络在一起, 认为这是中国在这个时候,判处加拿大人死刑,是对不久前加拿大抓捕孟晚舟的回应。 这种说法简直让人无语,一边是个加拿大的毒贩特, 另一边是中国企业的CFO,一边是依法判处的死刑, 另一边连违反什么法律都说不清楚, 你们愿意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,我们还不愿意丢这个人呢? 你要是非要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? 古人有云,打你就打你,还要选日子吗? 死刑判决下达之后, 加拿大再次向我们演示了一把什么叫细经本经, 谁喊捉贼? 加拿大总理在对外发言时,对这次判决做出了评论, 认为中国做出的死刑判决很随意, 之后,加拿大政府也是出了对中国的旅游提醒, 警告加拿大人可能在中国承受任意执行法律的风险, 这真是大师级的不要脸。 中国对毒品的打击力度,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, 一旦敢在中国接触毒品, 不管你是哪国人,都必须严惩。 而且,这也不是第一次外国人因贩毒被判处死刑。 近些年来, 至少有七名日本人因涉嫌贩毒, 在中国被执行了死刑, 日本对此也没有意义。 2009年, 英国人阿克毛也同样因为涉嫌贩毒被执行了死刑, 当时,英国不断向中国方面施压, 就连英国首相都出面求情, 但我们依然没有做出妥协。 所以, 日本和英国, 我们都没有给他们开特地, 你加拿大又多什么了? 况且, 谢伦伯克这次毒品数量远比他们严重得多。 这个死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, 一个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的人, 平白无故被加拿大抓捕。 现在加拿大竟然反过来说, 我们只保很随意, 我们都随意这么多年了, 在中国的加拿大人那么多, 哪个被随意判死刑了? 自己的国民在其他国家违反当地法律, 给别人添了麻烦, 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, 还反过来, 指责对方的司法有问题, 这是什么样的脑回路? 对于毒品, 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达成共识的,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, 因为毒品支离破碎, 任何贩毒的人都应该遭到严惩, 绝不姑息, 而英国和日本的民众也都认为他们最有应得, 对中国严厉打击毒品的态度表示赞赏, 这才应该是正常人的思路吧, 也不知道特鲁多和加拿大政府为什么思路如此轻奇, 不愧是大麻合法的国家, 而且据说这个谢伦伯格其实是个惯犯, 之前在加拿大就因为贩毒被抓捕过两次, 现如今又跑来中国贩毒, 你们加拿大的执法力度我们见识了, 听你们的话才叫见了鬼,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, 虽然加拿大政府泛魂, 但好在民众还是十分清醒, 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的判决表示之缘, 亲爱的中国政府, 请不要犹豫, 随意处置这些毒贩, 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, 来自加拿大的问候, 干得漂亮, 中国, 来自美国, 我没觉得有问题, 做之前就应该一时的风险, 他既然愿意去毒, 就应该接受判决, 本应如此, 也有不少民众开始质疑特鲁多总理的言论, 无法理解一国总理, 竟然公开被毒贩说情, 只有脑子有病或者吃错药的政客, 才会认为, 中国言成这个惯犯随意, 何况这次的毒品数量如此巨大, 贾斯廷特鲁多喜欢这个家伙, 因为他从这家伙这里买毒品, 222公斤毒品, 你还想释放他, 你是认真的吗? 你特么在逗我, 他应该第一个被处刑, 有时候, 可能所占的立场不同, 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, 观点也会产生分歧, 但是在毒品问题上, 我们的原则只有一条, 那就是零容忍, 我们也相信, 全世界大多数民众, 对毒品也一样是深恶痛绝, 因此, 打击涉毒犯罪, 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才对, 因此, 不管你是谁, 不管你来自哪, 只要敢在中国贩卖毒品, 谁都救不了你, 也不应该去救, 我们绝对不会给任何商量的余地, 如果加拿大政府真的对毒贩这么包容, 那请你祸害自己就够了, 别来祸害我们, 谢谢。 谢谢。